大家吃飯都不喜歡排隊 我基本上吃飯就絕對不喜歡排隊 但是今天我就要去排隊了 排隊的時間就不是一般的長 所以今天我就會去尖沙咀試試這間餐廳 那我就提前兩點鐘已經開始在這裡等了 棋那裡就好像佛棋一樣 我還是用水才繼續想 現在等了八個字了 幸好我就提前吃了些東西 不是的話我估計我都餓得飛氣了 不行了我都要先蹲一下 太累了 我真的很喜歡排隊 結果我就足足等了八十分鐘 才進去坐下 然後進去坐下 我就要等多半個小時才可以吃 至於整體食物的質素 我就沒有意見 好,現在回來了 大家好,我是Jerry 今天我也想在家裡 自己做一個海蝦龍湯麵 試一試 現在就馬上開始 好,首先我這裡就有盒這些 越南的冰鮮蝦 這些海蝦 我經常經過超級市場 都會買幾盒回來 等在雪櫃那裡 因為他們的味道 和肉質都是挺好吃的 所以我的雪櫃 經常都會有這些海蝦出現 首先,我先把蝦解凍 把蝦解凍了 把蝦解凍了之後 只需要在蝦頭這裡 輕輕剁開 不要弄斷了上面的線 因為你要拿蝦線出來 這樣 然後輕輕力 扯開 基本上蝦線 就會出力了 一解凍,蝦就要盡快處理 不然蝦頭就變黑了 就不新鮮了 現在先把蝦頭拆出來 這樣方便一間去煎 放直一隻蝦 一條蝦線就變直了 整條斜出來 就不用拆開肚子了 有些人會說 這些蝦不用先去蝦線 我早就去了 大家記得 平時買的蝦 蝦,蝦殼就要這樣處理 不要丟掉 你拿來熬湯 做些蝦油出來 也很好吃 蝦油又可以拿來炒飯 這些蝦殼基本上就是補來的 多加一點 蝦殼 蝦頭記得煎熟,煎香 蝦這麼多殼 應該都能做出兩碗濃湯 所以煎不出來 只要在不鏽鋼底 一間逐漸 有些味道會進入湯裡 這裡也加少許洋蔥 炒上去 洋蔥是給湯一點底味的甜味 然後加少許酒 逐漸一下 一湯匙就可以了 加少許胡椒 少許鹽 好,炒得差不多了 味道都出來了 加少許蒜 還有香多一點 現在我們加少許番茄糕 沒有這些番茄醬 你用番茄糕也可以 倒些滾水下去 現在大概煮了 15至20分鐘左右 都可以了 蝦頭 把東西壓一下 讓它的味道出來 就是橄欖油 這個蝦簡單單 用鹽、胡椒、蒜蓉 炒香的蒜蓉 把蝦放進去 家裡做的 有時候我都很簡單 不是每餐都做得很複雜 蝦就這麼簡單 煎一煎都已經很香 加少許鹽 和黑胡椒 不要浪費 好了,這裡我簡單煎一些菜 煎半塊牛排和菇 經過20分鐘之後 湯都煮好了 調味方面 就是鹽和胡椒 還有雞粉 加味精都一樣可以 無所謂的 雞粉 一定要加少許 加了,真的差很遠 鮮味和甜味 是馬上走出來的 這個麵 我就用回 一些普通的日本拉麵 然後把剛才主要的材料 都放進去 牛排 我就用普通的西蘭牛排 每面煎一分鐘左右 最後拿個格 把主要的湯倒出來 一碗很簡單 香濃的海蝦湯麵 就做好了 超棒 怎麼都加少許雞粉會比較好 如果不是的話 有這麼少蝦頭 可能會出現濃的味道 我很喜歡吃蝦味的濃湯 我看到有人做這個麵 做這個湯 我都會去試 包括意粉 好了 早前也跟大家說一說 平時大家去超級市場 買一些急凍蝦 那些蝦頭 蝦殼 可以傳起 當你傳到有差不多量 你可以一次過 去熬湯 或者做些蝦油 去做其他菜式 所以記得千萬不要 把蝦頭蝦殼 就扔掉了 今期影片就差不多了 記得幫我點個like 下期見 拜拜